我有一次就是出門 要搭捷運 要過馬路 結果我突然間卡在路中央 眼看著前面的紅燈已經亮 這邊公車停在那邊不敢開 可是我一步都沒辦法向前 因為我右腳踩地就痛 碰地就 碰喔 不是踩喔 就碰就痛 碰就痛 痛到真的不敢動 這時候我想我該怎麼辦 還好有兩個大學生很熱心 就幫我扛到路邊 那是我第一次受到這種驚嚇 所以後來你說要我出門 我很怕 在二十年前我們就發現一個特殊的病因 所以我們就設計了一系列非常嚴謹的基礎的研究 而且經過這個臨床十幾年的驗證 我們確確地了解說這個病因就是造成膝蓋軟骨持續退化非常重要的原因 所謂傳統的治療方式 大家認為它不是一個疾病 是一個老化的現象 所以頂多就是一些症狀治療 在我看來這些症狀真的把它止痛之後 反而掩蓋了它的病情 讓這個疾病逐漸的惡化 失去它可以被治癒的一個時機 避免錯失治療時機 盧醫師採用關節鏡手術 利用軟骨再生治療 並且清除關節的發炎組織 以降低疼痛感 也因為不需要患治人工關節 讓不少病患因此慕名而來 門診更是一掛難求 我們在看見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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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让我们这样的持续走下去 最大的一个原因 只是回想起来 应该还是每天或者是每个礼拜 都从病人很高兴 或者是他们的微笑 或者是他们很满意的结果 他们的感激 这样的回馈 让我们整个团队 有继续走下去的动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